我國友邦海地 局勢越來越動盪 當地時間星期一 首都太子港居民 跟幫派爆發了衝突後 動用私刑 打死十多名疑似幫派的成員 並在大街上焚燒他們的遺體 聯合國警告 太子港情勢混亂 情同陷入內戰 大批民眾有的手持刀具 有的拿著石塊 集體往前奔跑 另一頭街道中央冒出黑煙 民眾則聚在旁邊圍觀 我國友邦海地二十四號爆發 居民動用私刑 處決幫派的情況 十多名疑似幫派的成員 遭居民用石頭砸死 遺體也被焚燒 募集者聲稱週一凌晨幫派成員闖入民宅並洗劫居民 他們才反擊 美聯社則報導民眾把幫派成員從警察居留所中拉出來打死至少十三人 海地警方則表示他們攔查一輛巴士並沒收嫌疑人的武器後 這些嫌犯被居民動用私刑處死 但警察沒有說明死者身份也沒公佈遇害人數 海地總統摩依市二零二一年遇刺身亡後 當地局勢更加混亂 幫派不斷做大 掌握首都多數地區 他們不把政府和警察放在眼裡 時常為了爭奪地盤 波及無辜百姓 迄今已有數百人因為黑幫血腥槍戰死亡 數千人流離失所 光是四月十四號到十九號短短幾天 就有近七十人死亡 聯合國倫四號發布報告 指出太子港的動盪局勢 已跟陷入戰爭的國家差不多 秘書長普特雷斯則表示 必須派遣由多國組成的國際武裝部隊 而非聯合國維和部隊協助海地穩定局勢 共識新聞 許然林編譯